这群人下载了一个能够显示自己剩余寿命的APP 阿花得意的炫耀自己还有60年 阿绿也高兴的说自己还剩30年 但是一旁的阿花就惨了 她看着手机表情凝重 因为她的手机显示寿命仅剩三个小时 众人看着阿花认真的表情 对她无情的嘲笑 阿花略显尴尬 还好男友及时出现替她结尾 晚上回家时 阿花看着喝了酒的男友 联想到刚刚的APP 内心惶恐不安 决定自己下车走回家 这时手机响起 上面显示已经违反用户协议 点开一看 自己的寿命 仅剩七分钟 她不自觉的神经紧绷 总觉得有人在尾随她 路过垃圾桶的时候 还错把垃圾堆看成了一个人影 阿花站站兢兢 这时手机再次发出怪叫 打开一看 自己仅剩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她立即跑回家中 锁紧大门 在确定四周无人后 来到于是喝一杯水 冷静一下 就在这时 屁股怪力直接将她拖到天花板上 转开摔下来时 倒计时刚好结束 另一边开车的男友也出了事故 车子撞到一棵大树上 树只直接扛过车窗 洞穿了副驾驶 而那本该是阿花的位置 男友小帅被送往医院 他向护士大力解释了这一切 说这是个能检测寿命的APP 自己的生命仅剩19个小时 还把阿花的事情讲给大力听 但是大力只是觉得 小帅脑子被撞袖斗了 虽然上表示深感同情 可转眼就和自己的同事聊了起来 2013那小孩说 有个APP能够预测自己的死亡时间 关键实来真的信 这都信 不会真有人这么傻吧 看我只能活到87岁 大家伙都下了我的APP 一个能活到87岁 一个能活到92岁 大家也没当回事 笑着也就过去了 也许是从中心理使用 大力下班我同样也下载了 但是打开一看 自己仅剩不到三天的生活 大力虽然不信 但是也隐隐感到不安 而这时的小帅马上要懂手术了 他打开手机一看 自己还有三本机 他知道待会的手术肯定会有问题 拖着手伤的身体就开溜 手机提示他违反用户协议 他哪里顾得了这些 来到一个拐甲处 他在镜子发现身后有一个身影 吓得他连忙躲进小房通道路 突然楼道内的灯光瞬间熄灭 手机再度响起 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抬头发现 你有阿花出现在角落的阴影处 可是等他一转头 小帅下滩在地 阿花多不走向他 手机从高空坠落 等到小帅落地时 计时器正好归礼 第二天来上班的大力 得知了小帅死的消息 这让他感到心神不宁 大力来到小帅的房间 找到了他的手机 来到停尸房想要用指纹开锁 但是没有用 大力又打开了小帅的眼睛 来个面部扫摇 手机打开 时间果然停止了 这把大力下的手机都摔在了地上 捡完手机的大力 抬头看到小帅的眼睛 死死的拱着他 大力的心理执法 迅速离开 他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点点消散 心里好不适自无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内心十分纠结 他取消了自己所有的行程 这是一个医生将他搅到房间里 打着修仪器的幌子 对大力进行猥亵 本来这两天就够烦的了 他一把推开医生 找到护士长 准备寻求帮助 克食医生资厉深厚 而大力只是个刚刚转正的实习生 那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回到家的大力 试图删除APP 不然他感觉到有什么动静 他连忙跑出家门 现在的大力连家都不敢待了 他睡在车上 狭小的空间反而让他更有安全感 第二天白天 他妹妹找到了他 两人来到家里 妹妹小力从他的手机得知了APP的消息 大力生气的赶走那 他不想让这件事牵扯到妹妹身上 转头他来到手机店里 买了一款新的手机 左怀右怀发现没有APP之后 终于心满意足地笑了 可就等他刚刚要走出店门的那一刻 回忆的铃声再次响起 手机竟然自动安装了这个APP 上面显示自己仅是21个小时了 大力很无奈 带到车上 他通过后视镜 看到了一个恶魔 转头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等他再次转头 大力慌乱地从车上跑下来 被他撞到的车主下车 想给这个弱女子一点教训 幸好黑哥及时出现 礼貌地招呼了车主 车主慌忙跑 原来黑哥也下载了那个APP 现在他的时间仅剩18个小时 与是命运相同的两人相互共演 想要寻找突破口 大力提出去医院找自己认识的神父 还没等找到神父 护士长就找上了他 来到一个房间内 医生难恶人先告状 信口雌黄 电倒是非 这一众领导给大力进行了停止处理 大力瞬间崩困 此时已经顾不了形象了 对着这个人渣破口大门 此时的黑哥也出现了意外 他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一只小孩的脚 头顶的灯光闪烁异常 随后突然熄灭 黑哥连忙打开自己的手机 凭借微弱的灯光 给自己照明 这时 一个黑影迅速地扑到他身上 黑哥奋力挣扎 直到有人进来 才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两人鬼合后立即找到了神父 叙述了情况后 神父黎马找来了一本书 里面讲述了一个和现在情况极其相似的故事 如果现在能黑进来的程序 就能够解开这一迷惑 他们找到了手机店的老板 在金钱的诱惑下 手机店老板同意帮忙 不愧是行家 一出手就不一样 黑进去之后 里面是一串看不懂代码和众多用户的名字 大力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妹妹竟然也在其中 而且寿命还比他少了三分钟 他让老板修改程序 直接将妹妹的寿命改到了一百岁 随着这边的改动 妹妹那边的时间也随之变化 然后两人也各自修改了自己的时间 经历了这么多 两人的感情也渐渐升温 可是回到家后 恶魔找到了擅自篡改程序的两个人 并再一次夺毁了他们的时间 两人来不及过多反应 连忙找到小李 一行人来到神父这里 他们把接下来的图片给神父看 经过神父的解读后 才发现这是一场诅咒 如果谁不接受自己的命运 违反了用户协议 那么恶魔就会找到他 缠着他 直到彻底摧毁 很明显 大力一行人都违反了用户协议 但是既然是诅咒 也就是说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 没有死或者提前死亡 就可以打破诅咒 封印恶魔 神父找来一本古老的法书 里面提到了 用研画一种符号 能够抵挡恶魔的入侵 于是众人找来研和油漆 把研倒入油漆里 歪歪扭扭的画了这个符号 既然背靠背的站在圈内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恶魔相继出现 符号真的有用 恶魔被挡在外面进不来 不过一只不坚定的黑哥 被幻象蛊惑 一脚踏出圈外 恶魔抓住机会 瞬间将他拽到一条马路上 黑哥神奇的发现自己还没死 就在他以为自己成功了的时候 一辆车笔直撞来 在时间最后一刻 黑哥还是死了 大力将受伤了的妹妹送到医院 转头看到那个医生 他回忆起这个医生 还有几十年的寿命 如果提前死的话 那么诅咒也会被打破 他诱惑医生来到小房间内 一棍将其打赢 准备将这足以让人逼命的马飞 注入医生的身体里 就在快要得手的时候 医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拽走 而妹妹的时间 也到了最后一分钟 大力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拿起之前的马飞 决定牺牲自己 来打破这个诅咒 被注入自己的体内后 大力倒下了 恶魔抬起大力 想要救他 但根本来不及 在恶魔被封印后 大力奇迹般的苏醒了 不要问我他是怎么醒了 因为大力出奇迹 两姐妹深情相拥 一段时间过后 生活不如了正轨 回锁医生也被其他人揭发恶行 进了监狱 生活充满了阳光 但就在一家人准备从目的回去的时候 大力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软件已经更新到了2.0 看完这个电影 我只想问一句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